上周我们刚刚去提了一台传奇的引爆 好 今天我们要去提我们的第二台车 吉利的新月L 一周内连提两台新车 大家都有点兴奋 估计现在赵氏和大头哥已经在店内捧我们了 好 Let's go 说到买新月L 之前我们内部还发生过一些矛盾 我是非常赞成买这款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代表的是国产品牌里面 紧凑型SUV的天花吧 我觉得可以 你看它三连屏 空间大 女朋友还可以坐货架 你们俩怎么想的 真的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我们屏完了以后卖个二手车都卖不起价格 那不是活生生的亏啊 好 那既然咱们意见不同 我觉得公平起见 投票为准 同意或者反对 现在车提了 不过呢 我们还打了一个赌 最后我们来评价一下 新月L这款车到底值不值 趁着我们在办手续的时间 刚我来跟销售顾问了解了一下新月L现在的一个销售情况 重新现在有5家L网的店都在卖新月L 基本上平均的话 现在的订单差不多有200多台 好 这台车的话 现在我刚问了一下 提车的时间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新月L的话 现在厂家和经销商联合推出了一些购车的政策 比如说我们现在办理的就是这台车三年有一个零利息的一个贷款政策 最高的话可以贷款到7.5万 好了好了 现在这一台新月L终于归我们了 好 我现在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提这一台新月L的费用 这台车的话 我们订的是两驱的中规车型 它的裸车价格是15.52万元 不过呢 我们加了一个翠羽换彩套装4000元 加上一系列的其他的费用 购置税13700左右 保险的话5000元 总共我们这一台车的车价的话是差不多在175000元左右 所以看到实测之后 我觉得我们当时的盲顶非常的正确 好 走 上车 嘿 有一说一 你看 现在的话就这些国产车 它的整个内饰真的是跟以前的提升非常的明显 完全跟原来那种五毛钱的特效变化非常大 而且现在的话它们的设计有自己的特色 并且它没有那种很重的模仿的痕迹 是吧 质感好了很多 你看这个金属的饰条 这种玫瑰金的 然后配合这种墨鱼的这种内饰 质感还是相当不错 但是有些细节包括它出风口和这种主力感 包括旋钮的感觉 其实稍微的离合这品牌可能还是稍微差一点 不过我觉得我们选这一台中队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大哥 你喜欢的三菱现在有了 对 常家说它用的是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 算力快 传输也快 而且它跟中控这块屏幕做这个闲击 可以看一下工艺可以吸引 而且我这个副驾前方虽然说是娱乐品 但是也能够帮助驾驶员 比如说我现在要设个导航 来 给它打个行 当行到关键桥 你看这里就收到了 然后飞过去 当当当当 就到那边了 正经的让副驾驶成为了副驾驶 还有就是这辆车晋能驾驶辅助配置非常高 ACC 车道保持 车道便利辅助 这个是主动刹车 还有就是驾驶安全检测 我觉得驾驶安全检测这个功能现在是非常的实用 这个车的360全景影像 也跟其他车的有那么一点点区别 其他车只能看到车的四周 它还可以看到底盘下面 因为它有透明底盘的这个技术 还有就是这辆车 照景我就带你去音响控 这辆车有10个喇叭 放一首那个 你好吉利 汤呢 我要听热爱105度的你 我觉得这音响一般 怼音响算什么 有本事怼空间 曾老师 喂 大肠腿 你感觉这腿部空间怎么样 我的身高1米8 我来试一下 腿部 三拳 可以 而且我坐中间挺享受的 我感觉它 它那个靠背是不是可以调的 而且我感觉它中间真的不顶这一点 我觉得很舒服 小儿科 后备箱更扭 我坐上来我们就插一副扑克牌了呀 来 王赵 你看赵姐的评价还可以 我估计它可能要反水 草率了 一台正常使用的家用SUV 有没有必要多花三四万 上2.0T的牌量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希望网友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 有钱的请飘过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